为服务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今年 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学习强国山东学习平台共同推出 直通高考系列融媒访谈 今天 受邀嘉宾来自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业科学为优势 生命科学为特色 融 农 理 工 管 经 文 法 艺术学等于一体的多科性大学 设有1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2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4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% 科研实力堪称雄厚 目前有16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 这16个专业是农学 植物保护 农业资源与环境 林学 园艺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农业机械化 机器自动化 农林经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技术 水利水电工程 土地资源管理 种子科学与技术 无联网工程和行政管理 我们还有26个专业入选了山东省一流专业 科研实力强 学风也扎实 毕业生考研深造率在40%左右 部分优势专业达70% 今年山东农业大学有67个本科招生专业类 招生计划7200人 与往年基本持平 那么多少分可报考山农 考生可查阅学校招办官网 参考前三年录取位置 2021年山东农业大学在山东省普通类常微批专业 录取的最高分是573分 大概是在3.6万位置左右 最低分是506分 大概在13.7万位置左右 提前批工费农科生 因为他就业根据定向就业地式不一样 所以他录取的位置也有差异 平均位置大概在6万位置左右 在提前批工费试验班专业 最低位置是在12万位置